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讲了很多严肃的问题 我们现在讲一些轻松一点的问题 很多人也很关心的问题 很多人就 他也可能很喜欢艺术 但不知道怎么入手收藏艺术 那你能不能讲一下 收藏是个专业 收藏要策划 不过我先讲几个具体例子 所有的可以升值的物品 当我把这些几个数字讲清楚了 你们就知道什么样东西最厉害的甚至 1890年 37岁的梵高 听说自己的一张油画四百法郎出售了 然后非常绝望自杀 这是1890年了 经过那么多年的艺术的发展 梵高成了一个很致命的任务 1983年 1983年 数字笔拍卖行拍卖梵梵高 平生画的六张相对奎中的一张 那一年的价格是三千万美元 1983年 今天肯定过一了 那么你可以算算 从1890年的失败法郎 到1983年的三千万美元 再到21世纪的过一美元 有哪一件东西的升值会超过这个 中国艺术家张晓刚 1996年 他开始画大家出这个油画 当时他的油画出手也就是了不起 一万人民币 五千六千一万是吧 一二零零三年 我记得是 这个我不是很准确的 纽约数字笔拍卖行 第一次拍卖亚洲当代艺术 正常刚一张画于1996年的大家租的油画 当时拍出的价格是96万美金 从1996年到2003年 从一万人民币左右到97万美金 所有投资者 风险投资者也好 有钱人也好 听到我讲这几个数字 你还有什么好考虑 没有一件物品呢 甚至是超过艺术的 那我又想问另外一个问题了 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艺术家 有这么多艺术 为什么 凭什么 是梵高才能炒得这么贵 张晓刚才能够 从那么便宜炒得这么贵 其他人不行了 有很多都是死在沙滩上 这个问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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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艺术市场 这是操作 当然 什么样的艺术家 或者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被操作 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话题 我们做艺术史研究 其实某种程度上 我们一直在做一个把艺术当成是人类精神发展的重要象征的对象来研究 也是研究艺术的精神性是吧 风格啊 趣味啊 实际上 我们很少去谈尤其在美食学院这个系统里面 在艺术界这个系统里面去谈艺术作为一个特殊商品的发展历史 对这个的确很少 很少 实际上所有艺术品被炒作都是背后有推崇 都是有社会原因的 为什么是梵高而不是其他人 我不是做这方面的专门的研究啊 所以我举不出更多更具体的例子 但是 但是 一个艺术家被艺术市场看中 是要具备一些条件 有什么条件 首先 这个艺术家必须有一个 艺术史的定位 哦 如果没有艺术史的定位 那么他又如何被炒呢 当然了 如何才能被成为艺术史的定位 这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对啊 他在画画的时候 他怎么能够知道未来他被进入了艺术 所以呢 所以呢 艺术家去投机 渴望成为艺术史的重要人物 这个可能性很低的 但是 艺术史家的写作就变得很重要 嗯 而我们从艺术史的角度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 就是艺术史 今天我们所呈现的这个艺术史 不是必然的 它是一种写法 它是一种写法 这个写法 既包含了艺术史家的一种价值的选择和判断 嗯 但同时 究竟背后有没有别的因素呢 我还不好说 那有没有可能说 啊 这个艺术史家 他看中了这个艺术家 他就那样写 另外一个艺术史家 我觉得 那为什么要 要做你那个 做我这个不行吗 然后我就 按照我的那个方法 这里边呢 中西就有产名 法国有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叫布林俄 嗯 布林俄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象征交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 但是布林俄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嗯 布林俄的话是这样说的 他从康德路上 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 只有 论证 审美的 非功利性 所以 象征交换才能进行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某种社会氛围也好 通过某种研究也好 我们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 就是艺术是无价的 意思就是 艺术就是说艺术是无价的 纯审美判断 非功利判断 但是这40年来 为什么有的人就能够获了这样的名声 他是不是有某种绝对的作品的必然性呢 还是说他本身是一个和谋的结果呢 我不好说那么透 但我认为 其实 中国艺术界都知道这个东西是炒作的 那普通人怎么 普通人跟风 有办法去判别 普通人跟风 普通人只看市场 普通人只看市场 所以呢 一个人的名声越大 他的作品被收藏越多 他就越知情 而不在于这个人的作品是不好的什么程度 比如说齐白斯在中国为什么那么厉害 因为大家都知道齐白斯他画很知情 齐白斯一辈子画的画的总数 都不如现在拍卖的总量 拍卖总量是齐白斯一生所画的画的几倍 为什么会这样子 做假 做假 但是 做假很重要 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像传播学这样的一种方式 而不是真正艺术史人间 到底他是不是值这个价值这个 在西方 布林尔的观点是对的 首先布林尔他之所以令人惊叹 就是提出了象征性交换这个概念 布林尔说得很清楚 有经济资本家 李嘉诚 华人首富 他的资产三百亿美元 比尔盖茨 世界首富 他的资产多少多少亿美元 是吧 这叫经济资本家 他的财富用素质基础 有象征资本家 相当资本家说的通俗一点 就名称 比如说克林顿不当总统 大企业安排他去做奖座了 出场费三百万美元 凭什么 凭什么你克林顿就三百万美元 我出场嘛三十万美元都不到 三十美元都不到 为什么 但是因为你是美国总统 你又不死吧 三十美元 因为你是美国总统 我什么都不是 所以我在大庭广众里面说 西游车里打个原子弹 到伊党去 伊党人觉得你这疯了神经病 但是我当然不敢这样讲 他们全国沸腾了 为什么 我跟他差别说他是总统 我不是总统 就是民生 民生能够换钱 所以所谓象征交换的意思是 民生可以换钱 这不定格说 但是在中国为什么改变这个市场 改变这个状况 因为中国没有收藏就有炒作 所以 什么叫没有 所有人都在炒作 都在炒那些能炒的东西 他实际上不是为了收藏 不是想我真的很喜欢那个东西 然后把它收下来 我给你举个例子 好几年前我的好朋友 广东 广州 加德 华伊兰 他们做了一个利从财的画家 展览第一天就来了两个富豪 过来就问多少钱 利从财的画家也不便宜了 多少钱 好 这个画的画全收了 哇 真的 做展览的 哎呀好啊好啊好 没问题 那个都收了是吧 都收了太好了 那什么时候我们把画给你 不用给我了不用给我了 哈哈哈哈 能不能够这样啊这个年底 带你们那个拍卖行拍卖 能不能十字百字二十 哈哈哈哈 就我那个画让我的朋友跟我说 就还没给钱 他就先讲后面价钱了 那话不用给我了 我都收了 那是年底拍卖 保证升值百字二十 结果我的朋友说 如果我能够保证拍卖 甚至我卖给你干嘛 哈哈哈 自己也对啊 嗯 这是中国市场 嗯 那个土豪 对他来讲 你送财 哇很值钱 好还是不好 关系不关系 所以 这种氛围就把西方也搞 傻掉了 嗯 就是把资本观测到底 西方还有一个审美的非功利性 大家都相信 哦 艺术是无价的 樊高的艺术是无价的 因为樊高 你看多么可怜 是吧 别他说的话是无价的 因为别他说有精神创造 对不对 对啊 所以说的话就是值钱 为什么艺术能够值钱 因为无价 既然艺术无价 我就可以随便定价 既然我可以随便定价 我就可以炒作 一定的 中国把这个干掉了 是因为中国都在炒啊 我刚说的例子是真实的 很很清晰的例子 那如果中国的很多艺术都是在炒的话 那他不是就 以后就变成很多 最后成为垃圾 那肯定的不用说以后呢 那些正在当每些主席的画 很贵的时候你不出手 等那不当了你就知道倒霉了 中不中的例子太多了 是不是啊 前美协主席炒得最高的时候 一平方尺50万60万80万 我不知道 我在东莞认识几个大老板 小蜜蜜还跟我说 杨老师你要不要请主席下来参加你的什么活动啊 我说请得多吗 你请不动我请得多 我到北京都是他来开车接我的 我说为什么 我手上几百张他的话 然后现在我告诉你 现在跳楼都来不及了 你这话根本就不值钱了 你知道吗 跟现在股市大跌一样 大跌一样 这个一下傻掉了 一下傻掉了 我说还不出手 等一等 等一等 以为还可以再往上 没想到他就倒霉了 所以你手上如果有什么美协主席的话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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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就不至于要现在要做YouTuber了 趁他下台之前 没下台 还直接一下台就麻烦完 其实美协主席自己也知道 他自己也很清楚 中国美协当主席和副主席斗争极其激烈的 陕西省很多年都选不出美协主席 终于选出一个美协主席副主席 就说三十多个 三十多个 因为为什么 我一当副主席 我就告诉大老板了 我的话原来是五万一平方尺的 我是当副主席的 八万一平方尺的 为什么 我当副主席的 是这样的 这个还是那个官本位的问题是吧 中国从来就官本位了 中国哪一个历史上几千年中国历史 哪一个著名学者不是官的 你跟我说说 有几个画家是不义的少的可怜的 有几个画家是不义的少的可怜的 著名大画家董其昌晚明大画家 官是大学士的 做个皇帝的老师的 著名大画家赵孟府天才 后来 忽必要把他召过去做官呢 哪有个不是官的 哪像毕塔索不是官的 哪像那么樊高还是个疯子 中国没那种故事的中国 中国就是个官本位国家 中国而且官本位不是现在 中国至古已然 有几个不义画家很可怜 被朝鲜的 像晚明的 像那个吴立 元代 元末的吴立 是个 是个不义画家 太少太少 太少 像李云林啊 像黄国旺啊 他们都没有当官 他们没有当官的原因是 元代不要这么当官 他们是男人 元代人分四等人 最差的是男人 根本没资格考 根本科举都没有了 南方的男是吧 对 南方的男 男人 元朝把中国分四等人 最高级的是蒙古人 根本是舍牧人 根本是北人 根本是男人 因为最后征服南宋嘛 最低级 最低级 最低级没得当官 所以他们都不当官了 元代这几个华家事 也有华家事 因为他们没资格当官 你要有机会当官 赶快要当啊 像那个王猛 是吧 也是个不一出身 是吧 因为他的大亲家 就是赵木福 赵木福是他的 什么 他的上一辈 他好像王猛是 这个叉叉的意思 反正是清醒 王猛入名以后 当时 朱元璋的宰相胡为庸 有过一室家宴 把他请去了 屁垫垫跑去 有希望了 宰相请你 今天总理请你吃饭 你肯定屁垫垫去了 明天你可能当个什么组长 知道他就去了 鬼知道他 他怎么会想到 这胡为庸已经给 朱元璋掌握得很清楚了 要把他杀掉了 然后所有跟他有关系的人 都要杀掉 我王猛就死在监狱 这么惨 是 那肯定 刮曼超 我王猛